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Grab Car Alpha John 今集的影片是一個Grab資訊講解 就是講解智能手機分期付款的優惠 是Grab提供給司機的Exorcist Smartphone Promotion 其實這個影片是因為有一個網友留言說 他想看我講解一下關於這個Smartphone的Promotion是怎樣的 OK 開始之前就打一下廣告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頻道的話 我主要是拍一些關於中文的Grab資訊講解 然後我會分享一些關於司機的提示和講一下Grab的話題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的話 你如果覺得影片可以幫到你的朋友 麻煩你給個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看 然後可以的話就訂閱這個頻道 訂閱之後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因為如果我有新的影片下載的話 你是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的 OK 那我們就開始了 恭喜Grab Car Alpha John 講起恭喜我就想起很多東西 OK 我們這幾天的通知 相信這幾天大家都收到這個訊息 就是關於分期付款來供這三個電話 公司就給了我們這個Smartphone的Promotion 就給一些未申請過的人 即是未申請過去扣錢的服務 因為這個服務是under這個Gfin 所以是Mamsen Rambo Hut 即是如果你之前有申請過了這個Smartphone 你就不能再申請了 它在Toms and Condition 就說明了 因為它是要在你的扣錢的 可能你同一個時間下 你只可以申請一件東西 Samsung Galaxy Note 9 Samsung Galaxy A9 Samsung Galaxy A7 如果有興趣申請的 它在這裏說明 就是在16日1月2019年10點早上之前 你就要申請 申請 其實這個訊息 在下方有一個按鈕 你按了一個按鈕之後 你就會來到這個Grab的 Smartphone的Promotion Application Form 進來之前 你是要填你的Grab的Gmail 然後選擇馬來文或英文 我是選擇英文 然後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 剛剛我說過的 就是Grab的Smartphone的Promotion 我就直接跳過來說這個 它說 What do you get with this exclusivePromotion 第一就是我們可以用6個月的時間 不是每天扣 即是182天 它在我們那裏扣分期付款 它是零利息 即是免利息 免服務費 然後 它是會在我們每一天 每一天在我們Grab Driver App的Cash Wallet 或者是Credit Wallet 看誰有錢 如果你Cash Wallet有錢 它就是扣你Cash Wallet 看你拿什麼電話 OK 有什麼款你可以選擇呢 你可以選擇一款 可以公共電話的話 有三款 A7 公司給我們的價錢是1250 Galaxy A9 就1950 Node9 公司給我們3390 RRP是它的大價 好 OK 這裡就有說 如果你申請成功了 它就會 通知你的 就會發訊息給你 是成功還是怎樣 它會在16號 就讓你知道 但是如果你申請了 你是不能cancel的 所以你申請了就是要的 不是玩玩的 是先到才行 就是看寬網 如果你選擇寬網 一下子就沒有了 可能就沒有了 可能不成功了 成不成功 它會在16號 發訊息給你知道 如果你到時候 去收取這個電話 你沒有空 你可以叫你朋友代錄 不過一定要給你的IC 和你簽一個授權書給他 說這個人可以幫你拿這個電話 那你是怎樣付錢呢 剛才說的 是分六個月 182日來扣你的錢 然後 你拿到電話之後 之後那個禮拜就開始扣 就每一天扣 接著 最後一天的公期就是第182日 即是六個月 然後 這裡很重要的 要提醒大家 這個電話其實就好像你公車 你一天未公開的電話 電話都不屬於你的 是屬於GFIN Services M 還有你未公開的電話之前 你是不可以買 或者把電話轉手 這裡是說明的 before full payment is made is strictly private 這裡已經說明了 這個例子 就是如果你賣A7 它是怎樣扣你的錢 你的第一天 一開始的 1250 剛才看到A7 是公司給的價錢 1250 那它扣6997 你就 還欠這個錢 然後第二天 再扣6997 就一直扣 一直扣 自己慢慢看 接著 扣到最後一天 你剩下的錢 就是零的了 所以 公車的電話 電話就是你的了 OK 三個電話都是6997 不要傻 如果你是用A7 最便宜的應該是這個價錢 如果是A9 和Note9 你自己用剛才公司給的價錢 然後除182 你就知道它每天在這個購多少 我這樣看粗計 應該是 Note9 你可能要給18元 然後 A9 你可能要給12-13元 應該是 我沒有計算 你們可以用計算機 讀一讀 OK 這裡又有重要的東西要說 如果 你連續五天都沒有錢給他扣 即是他收不到你的錢 他的電話裡面 其實他一早已經安裝了一個軟件 叫做Canox 是安裝了 你拿電話的時候 你要記住 記住 你拿電話之前 其實你的電話已經被人安裝了 那個軟件 他沒有收到你的錢 五年 五天 他就會鎖掉你的電話 你是完全用不到的 記住 如果你 六個月之後 你給了錢 就為什麼是你的 他說他會幫你 把軟件 拿走 剛才說的Canox 他怎樣拿走 我不知道 你們可以到時候去問問他 然後他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Credit Wallet 不是Cash Wallet Credit Wallet 一定要保持在15元以上 這個大家要記住 他說如果你有欠他錢 之前付不完 你不夠錢 給你扣 明明扣六、八、七 給你扣了四個月 這樣他之後就會扣多一點 這裡有說明 然後扣錢是自動 剛才說的那隻Credit Wallet 15元 這裡有說過例子 如果你的Credit Wallet 只剩下16元 你的Cash Wallet 有4元 大家看看 他是要扣你六個八個七 但是 這裡只有4元以外的Cash Wallet 他就扣了4元 但是剛才他也說明了 你要至少有15元 所以他會扣1元 剩下15元 這樣就 對 他規定的 所以他今天是扣你5元 但是你再扣8.7元 什麼時候給 第二天 如果你的Credit Wallet 和Cash Wallet 有錢 他就再扣出來 那一扣8.7元 加上第二天的六扣8.7元 剛剛大家明白嗎 即是怎樣他也要扣你 記得一下 記得 剛才說了 你選好了 你選好了哪隻款的模特 你自己要計一計 每天的分期付款 你沒問題 如果沒問題 你按下 按下 按下之後 你填了你的資料 就等他16號的消息 他會用 SMS來通知大家 OK 今集的影片好像就到這裡 其實不是的 我也要講一講我的看法 除了講解 那些人以為是我 我真的 這個Credit Wallet 真是幫公司打廣告 什麼什麼 什麼 講公司幾好 其實不是的 你有看過我的影片的人 偷看一看都知道 我是沒有幫任何人的 我是照直說的 我是說我相信 和我看到的東西 OK 這三款電話 價錢 坦白說 公司的價錢不是最便宜的 很肯定 如果大家動手 去拿渣打 按一按 你看 Note 9最便宜的 價錢 再看Ni最便宜的 價錢 再看A7最便宜的 價錢 我給你們看 這些都是 三星是原裝機 不是水貨 所以 如果你想買這三款電話 其中一款 你已經看中了 但是 你可以一次過拿出一筆錢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買 這個計劃是給什麼人買的呢 我給大家參考 第一就是 很想升級電話 但是他們真的拿不出這樣的錢 或者他們有這樣的錢 他們不想拿 一大筆錢 一下子就用光 他們想供 這樣 他們可以考慮 他們真的可以考慮這個計劃 供多少錢 剛才說了 這個就六九八九七 這個可能是十幾元 這個可能是差不多接近二十元 每日購的 記住 每日購的 很多人會說 哎呀 公司又出這些計劃 來鎖死我們了 要鎖死我們了 我們拿了之後 不幫你做都不行 有很多聲音 我知道 我先說了 因為我相信一定會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這些是見人見智 還有看你自己決定 這些沒有人逼你的 公司都沒有拿把刀放在你頸上 你幫他拿電話 就算他拿把刀你 我也不會買 因為 我暫時未看中 這樣的價錢 這樣的款 如果是這樣的款 便宜一點的話 可能OK的 糟了 我笑得出來 OK 這樣就講解了 這個就是分期付款 你覺得OK的 你自己可以考慮 如果你問我什麼電話可以做 什麼電話可不可以做 什麼電話可不可以做 下次有機會再拍的影片給大家看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剛剛忘記說一件事 我是AlphaJohn 別人叫AlphaJohn 其實我是Grabcard的Alpha driver 即我是Recruiter 如果你想成為 參加 怎麼說 參加 想加入 Grab的行列 做Grab司機的話 你又未註冊 你是完全新的 你可以找我註冊 不過 我是需要跟你在一個指定的 雪龍區見面註冊 你帶齊你的資料就可以了 然後 我幫你註冊 我會給你一些訓練的 或者一些訓練 我會教你怎麼做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 然後 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好 記得按LIKE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然後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因為這個頻道很開心 可以達到一千個訂閱者 謝謝大家的支持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之前訂閱了 但你沒有按多小鈴鐺 麻煩你按一下 因為按了之後 如果我有新的影片上傳 他會第一時間 傳這個鈴鐺給你的 你是會收到通知我有新的影片上的 這樣 大家就不需要 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有新的影片 或者找 因為之前有些朋友說 你最近沒有什麼影片上的 我說有啊 時不時我也有的 然後問你有沒有按鈴鐺 他說沒有 所以大家要訂閱了 記得按小鈴鐺 OK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當然 你也可以跟我說 你用什麼電話做工 還有覺得為什麼 有機會的話 我會做類似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OK啦 謝謝啦 拜拜